今天中午是不是有打電話給侯市長,那為什麼會打中電話? 因為這幾天他一直透過不同的管道,就說要跟我單獨見面 那我想說,登記也快要登記了,所以我打電話問他說他現在有什麼看法 我態度是這樣,這個有時候就是保持一種善意 人家找你那麼多天,他還說什麼昨天晚上,他說等我一整個晚上的電話 你是傳話你不需要傳什麼東西 所以我都覺得這樣,如果可以整合當然是整合 好,主席可以先幫我們講一下,因為剛剛侯友宇他是提出,就是現在要重新檢視民調然後公開直播 而且他是說九份民調要重新來檢視 就是這樣啦,明天早上我們會開記者會再來處理 應該是這樣,如果這個統計專家都看過,科學就是科學 你現在統計資料就統計資料,可能再多錄兩次結果就變不一樣 所以你覺得他現在這樣子出招用意是什麼時候要拖你去登記的時間嗎?還是... 我也不曉得,不過這樣啦,這個...能夠再也整合當然是儘量整合嘛,這也是... 所以我們也一樣嘛,有四處善意來處理嘛 你這次是說你這邊提兩個專家,他們那邊兩個說這樣比較公平,這樣你願意接受嗎? 我就講過啦,除非我們第一次的統計專家不入流,如果都是一般有一定水準的統計專家 那統計就統計啊,難道三次統計不行,再一次統計就變得行,很奇怪 所以現在這個科學可以還是在你的選項時? 這個是這樣啦,其實統計數字啦,或者是...或者從...從民調統計數字上看來,我倒覺得這樣啦 合作的目的是組成最強的勝選隊伍 特別是老實講,賴蕭也不是一個三角貓,看起來還是蠻強大的 那如果你要勝選,就應該用最強的組合去打,你怎麼故意先找一個不強的組合,比較弱的組合去打 我一直無法了解國民黨的作法嘛,所以他哪會認為國民黨在選舉的戰略上,不像民進黨那麼靈活,這個我也知道 那黃三三明天會領表嗎? 黃三三明天會去領表嗎? 領表要先領表嘛,你總是先領表,回來先填一填再說啊 怎麼看說您昨天喊出民眾黨的總統候選人身份,聽選到底啦,是要沒有侯科佩的可能了嗎? 您這句話的意思 應該是這樣啦,我還是主張喔,如果再也要整合,還是要整合出最強的勝選團隊去比賽嘛,這是我的想法嘛 所以您當政還是... 啊,我們要尊重數據嘛 所以你認為這個數據顯示的是... 啊,一個當然不準嘛,可是如果幾乎是所有的數據上看起來,那我們還是要尊重數據 不過您昨天喊出這句話之後,讓藍營那邊也是滿氣氛啊,認為您破壞藍白整合的氣氛喔,是不是現在藍白協商已經要瀕臨過去了?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反正就是努力到最後一秒嘛,看怎麼整合嘛 但是我還是主張說,如果要整合應該是...應該是用那個勝選最最...記例最高的 團隊來組合啊,你為什麼不以選一個比較難選的啊? 那現在協商有進展嗎?因為只剩下國民黨的期限也只剩下兩天 兩天 他們禮拜三就要決定復席 正確講完還有一天蛋 那就深呼吸放輕鬆繼續努力 有媒體報導說您週三會去登記這個是屬實的嗎? 其實我跟你講我們我們目前還沒有 明天早上開會才知道目前還沒有這個計畫 在今天台灣有超過60%以上的民意期望正好 特別是我這一個月在環島之前到了東南部區 我發現那種人民渴望變天的這種期望非常的高 甚至那種對新潮流的痛恨 所以說已經到了一個很高漲的程度 那也因為這樣才有後來的這種藍白河的這種考慮 不然的話每個政黨按照他的經濟性大家去努力就好 只是說我們實際看狀況 不管怎麼樣賴清德還是有30%的支持度 那所以如果再也不整合的話 很容易輸掉 那也因為我們在選舉上還是要討論人民的這種期望 那才有這種藍白河的這種固執 那實際上從半年前主要是國民黨自己先提出藍白河的固執 那一開始我說要男朋友也可以啦 但是是不是有一個比較公平的方法來比較 那不然我們對雙方的支持者都敢交代 所以一開始齁 我就說來三場辯論以後民情民調 所以他們也不敢辯論 後來就說好啦不辯論 但是直接比正民調 那太不要了 後來就說哪讓上趴 正民調讓上趴 那太不要了 後來他們就提出什麼客洪費、洪客費 其實我們觀察這半年來的民調數據 你知道齁 如果是換入外 你知道齁 科對待 跟頭對待 這差距非常大 應該大部分齁 如果算入外科對待都是 頭對待大部分都是數的比較多 所以國民黨有希望說 好既然要合作就是要綁在同一張選票上面 所以才有那個說 好我們現在用 科、火去對待銷 或是火刻去對待銷 其實齁 當兩個名字都換在同一張選票上的時候 已經對 我們老百姓有說已經會有抹平的作用 所以事實上他會把那個差距變小 所以那一天在 在馬總統的那個建政之下 在談判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在想說 好了 既然已經是 我也明明知道說 科、火對待銷 跟火哥對待銷 這個差距變小 但是我想到說 我們還是一個比較小的政黨 所以我也同意說 在朱鲁吉的這個 遊說也是下 你知道 我也想說 好了 那如果是統計不差分 我還是變一張 因為我這個決定 你知道 我們這個靖元總部的 我們這些 助理啦 幕僚 幕僚一團 你知道嗎 甚至外面的科文也是義分填硬 他認為說 今天就是比較為什麼要讓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 我們還是要忽略人民的期待 後來會同意的這個 其實是很不公平的比賽 那 那 我就按照這個規則 11月7號到11月17號 那 可以用的民調 有這上面6分 其實很清楚 你知道 如果科、火跟火哥來比較 你看這一排 幾乎 幾乎全部都贏了 除了那個最深藍的那個聯合報 除了打拼以外 其他科、火的這種組合 都比 跟對賴消的組合 都圓比 國科對賴消的組合 那 這這樣啦 因為一開始我說 如果在無差分 我願意讓 所以 讓上趴可以 但是 昨天晚上那個要求說 叫我讓 比我趴 我坦白講 今天不是要贏科文整 今天是大選能夠贏過賴清德 這個大選能夠贏過賴清德 零點零點一趴都非常多 所以對我們來講是這樣 如果 讓上趴 好 那這個六三一三 我們可以 就是黨對黨 再協商 那你說一開始 就要我們這樣六趴 坦白講 這已經超過一般人民的場勢 那所以是這樣啦 再也整合 我覺得還是必要 我們要想辦法再也整合 你知道 小出一組最強的 候選人 你知道 來贏得全球 這才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 我們還是希望說 可以跟國民黨進行協商 但是不要 要求我們讓六趴 然後 叫我自己 器械投降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跟我們的支持者 也沒辦法交代 讓三趴都已經 都已經大家 氣成這個樣子 讓六趴 真好辦法 這個 我覺得太 強人手 所以大概 今天就是這樣跟大家說 不過我還是期望 再也可以整合 因為 我們是要敷衍 人民對於那種 政黨輪廷的期望 好 謝謝大家 再去看 請你 既然 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